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武引进计划小组 这个称呼只带小城市埋头苦乎擅长硬士 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 本是网友们的自嘲 未曾想成了媒体下场嘲讽的新名头 一句话就给小镇做题家们定了信 没有能力空会做题的书呆子 既贬低了出身又贬低了努力 这才是大家愤怒的地方 人家说这个做题对孩子不好 我们没办法呀 我们只有这个办法 看着孩子那个样子我们也难过 如果我不这么大 我的学生就走不住 就上不了那个责大了 见北大的第一天 我就意识到了当很多同学的差距 他们比我优秀太多 行其书画样样精通 他们国文多实见多实广 有的同学年纪轻轻 就去过十几个国家了 而我呢就只会做题 好那又怎么样 我一点也不自费啊 我在拥有更少资源的情况下 靠自己心命做题考上北戴 有啥好嘲笑呢 小镇做题家 我就是 我觉得我们是平常家的孩子 比如说小镇做题家 我认为小镇做题家 都是对我的夸奖 我是小村做题家 小镇做题家 乡村做题家 那是改变命的一个途径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要肯定小镇做题家 这么一个社会流动的途径 公共平败靠努力改变命运 现在还有错了是吗 我真做题家不丢人 嘲笑别人努力的人才丢人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